Hello 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一段香港经典一里赛的全分析 这段片就会跟大家分析一下这一场四岁系列赛的头关赛事 星期日就是在第九场举行 这一届虽然评分整体来说就不算高 因为街运才退出之后 德国的加州星球只有100分 就是挨近100分或者超过100分 第二位二号码已经落猛冠 然后一堆都是80多分的码 所以这一届如果你说只踢平分就觉得不是很高水准 但我自己认为有很多是马 第二天在这一场赛事 即是跑完之后 可以在香港的级制赛道 一些大赛道帮忙摘一下班跑得好 所以我自己认为这一届水准一点都不低 不能够只踢平分 竞争亦是非常激烈 所以这段片一定要逐匹马来说 尤其是一些焦点的马匹 我会放多一点时间来说 开始之前如果大家满意这一条影片的话 记得给like赞好这一条影片 喜欢我的分析当然要赞好 还有可以留言说出你自己的心水马匹 你觉得哪一匹马可以赢到这一场呢 不妨一定要留言 告诉大家 一起讨论一下 首先跟大家讲讲一些小数据 近这15届的香港经典一里赛 你会发现到一样东西就是 有13匹马都是在香港曾经赢过马的 才跑这一场赢的 而只有2匹马是跑这一场 是成为他在香港的第一场投马 这2匹马就是在2008年的喜连复星 以及在19年的时候 一匹的天满二 只有这2匹马 一来就赢了这一场 就成为他在香港的第一场投马 其他的冠军 近这15届 全部都是曾经在香港赢过马 至少只有1W才跑这一场 所以我觉得 譬如说今场赛事1号 去到8号 還有一只13 都是优势会较大 加州星球一定要先讲 这一只马 我最喜欢的马 不是说这一场 一直都很喜欢 上年11月开始我已经说 这一匹很厉害 肯定超过8000才试 结果是赢到现在 这一匹马 没有令我失望 鬥心很强 其实他和4都是鬥心很强 4一眼再说 1号加州星球就是 他有一只收敛的马 他不重口 神粗是比较柔的 所以这些马真情跑 其实他不会说很抢口 或者会捉不住 放头马 这些马最重要是捉得住 那这个蔡明少卫姜臣 其实我也觉得是夹当的 傅系那边是花旗 你想想这一系马 我自己会认为是 一里一定到的 1400至1600米 根本他赢1200是凭着 级数跑短途 是先赢的 1400至1600一定到 而且没有在那边 有灌木虫的血统 所以我自己会认为 一定是中卫买的 1400至1600是最适合的 我不认为真情有问题 再加上这一匹马 其实是神粗修炼的 所以你不会怕他在1600 狂地放快放 然后捉不住 我自己也不怕 鬥心也是很强的 他跑短途的速度 十三档我不怕 因为应该是买到来的 他的速度这么快 其实这场赛事 他可以憑着 级数 是跑到三甲 三甲 我自己也是 看好这一匹马 赢 就要看一看 这场赛事的另一匹马 看一匹六号的喜遇保 我不是说他赢得喜遇保 而是我说这匹马 我怕他会放头 如果他又会放头 辣着那一匹的加州星球 就会难跑 加州星球 最重要的是这场赛事 加州星球 不要被太多的放头马 辣着 斗烧 如果可以自己一匹 放松到来跑 这场赛事 他是有权入球 甚至贏的 我觉得不意外 六 我又不是那么喜欢 我怕他就会带头 烧加州星球 如果你说六号喜遇保 自己本身的马 他在外地 是古摩亚阵型的马 欧洲的大马主 放得来香港 我自己觉得成就 不会太高 如果不是的话 不会给你 即是不会买过来给香港的马 马主 你明明 所以我自己就 对这匹马的前景 我不是太太好 目前为止 因为这一点 包装长盛 也是一只 鬥志很好的马 因为他在今季 其中一场 三班千二 中华盛景 赢了一场 他转弯 被那只 四旗巴夹到锁 完全走得不顺 又全身白汗 躺在后面 竟然可以自己回气上来 其实那一场 已经证明了 这匹马的斗心很厉害 所以这一只包装长盛 也是一只很厉害的马 今场赛事也是好跑的 因为他跟得斗得 这匹马 再说 七号浪漫勇士 其实上一局都跑得好 但事实上前五步速不是快 然后就是 放头马跑 我是奇怪 不选择这匹马 我真的很奇怪 我不明白 完全不明白 这匹马 照正路都可以 迫他 但已经是肯定排在1号和4号之后 再说 他9号包装 智慧这匹马 都一定要要 因为这场的步速一定不会太慢 他会好充很多 最重要就是 何宅摇役 不要再跟我塞车了 因为二档 二档A加3 你走入 就经常都会塞车 尽快飞出去追到最好 这场的步速匹马 我相信这一匹马的目标 肯定不是这一场 千八二千 都有 现在这一匹马 我觉得只能够近 三格 你说赢 可能赢水少少 但是千八二千 这一匹马更好 很明显 因为这一匹马 是正常今季的表现 最硬是波仔 我说不要弄 而且上一匹也是跑得很适合 因为前面的步速非常慢 他是赚到坏的 所以上一匹马 是否真的一场千六米的赛事 上一匹马其实我觉得不是 因为步速这么慢 对马的气量考验是较小的 反而 最硬是这场赛事 你要面对一场步速正常的千六米 对马的气量的考验更加大 现在最眼光我会看低一点 包括浪漫勇士也是 因为上一匹 浪漫勇士那场的 三班千四是比较慢的时间 头三段 你今次再增程跑千六米 其实气量的考验更加大 可不可以短时间这么快 提升到上来 如果你像加州星球的级数那么高 我觉得是可以 但这匹马我仍是有点 对他的千六米 现家一段 能否认为 所以这匹马 其实如果你说头三选 我是加州星球首选 次选是包装长胜 第三选我是包装智慧 就是这样的 头三选我没有遇到浪漫勇士 最后一匹马 当然要讲的 就是5号超方马 我觉得这匹马是谷草马 你转过来沙田千六 第一你爆不爆气这么厉害 因为吨位已经不同了 他一只较低色的小小的马 你转过来沙田跑 其实对爆发力的考验更加大 因为你已经是小只 你还要跑大场 对吨位的爆发力 最后斗爆 你是会输蚀了 你的吨位 第二点 始终都是在沙田 从未上过名 你明白吗 我未见过有一匹马 在这场的香港经典一里赛 对上一棵沙田未上过名 而赢马 除了那一只气炎复生 那一只不同 一出马上跑 这一场赢 是两件事 所以我是有保留 这匹马我未必会买 所以这一场我自己的看法就是这么多 这个时候大家怎么看呢 不如看看他们过往的赛职片 我们再决定吧 总括而言 这一场是很好看的赛事 但不是投注价值 毫无投注价值的赛事 大家怀着欣赏的角度看 反而看哪一只四水新星可以蛋身 反而更加好的 这个时候我们看看 过往这几码的焦点赛职 进阵之后直路了 前面占尖的马就是加州星球 但是胜德威风折它一段上了 再看到紧随旗口 还有共创纷纷 外面追还有全盛 外面上来还有保诚智星 最后二霸 胜德威风先出来 但是埋遍加州星球 圆栏打回来 外面位置还有保诚智星 接近中间 加州星球 回复迈栏上来赢 跑第二名的马 有这只胜德威风 还有外面 这只保诚智星相当接近 第四名的马 应该是全盛 看来加州星球 真的还有大把握手 以为被胜德威风赶过 来难位置 回复返回上来 抛掉来赢 好了 最后三百多米 前面加州星球 抛离了一个新位 第二位有精彩勇士 外面胜德威风 就随随地追上来 在里面位置还有必强性 外面还有保诚智智 最后一百米 加州星球 抛离群区 而轻松走过 赢了这场马 跑第二名的马 是必长胜 加州星球 神粗地赢 前面包装长盛一塞 就塞了那只顺势赢出去 那边美丽同响未散 再看到外面 风火战区追了一点点 中档位置翡翠精选 里面偷位上来 还有手道回来 现在追了 外面是街运材 最后百多米 包装长盛 沿着中档抛来后面的对手 赢了这场马 第二名的马 外面位置街运材 里面是美丽同响 相当接近 结果这场赛事 主动跑法 包装长盛 蓝下蓝下 将对手抛来赢马 好 入正最后直路了 前面熊王尖先 外面实力派 盖上去 浪漫勇士里面够不够位呢 再看到外面 幸运有利上 外面还有天生一队 繞到来最后百多米 透出的马 是浪漫勇士 外面幸运有利上来 最后一层的马 还有天生一队 里面位置 还有熊王 接近中的浪漫勇士 就赢了这场赛事 四出四折 就未逢敌手 跑第二名 是那只幸运有利 结果这只浪漫勇士 都认真厉害 这只四岁北半球的马 出四场 赢四场 外面就是超方华 一路被人顶在外面 还有超级军团 黄武打着鞭 再紧随技巧 第六 鸿武慢慢移出去中档 就是这个九宝 涉内南有欢欣福星 扔出去是北极光 大外道那边还有金戈仪 最后百多米 透出来太阳威威 外面超方华追着他 在内南转上来 还有欢欣福星 外面位置北极光 马林中间还有九宝 接近中点 超方华还是占尸 北极光外面 逐步蚕蚕上来 接近中点 超方华应该到了 那真是赢取他 来香港以来 第六场的头马 都很有机会 如果算跨季来算 如果这场真是赢 就连赢五场 逗到来最后三百多米 中间手到回来 逗中里面胜利威龙 看到外面风火战区 已经上来 再在外面追 黑桃火箭 马林中间里面尹威 还有英知胜 最后百多米 透出的马 是这只手到回来 外面电路三号上来 圆栏穿上来 还有洛满冠 接近中点 洛满冠入面 外面电路三号 第三名英知胜 结果喘了入面上来 好像洛满冠 第一次看下来 他占先的机会高